欢迎收看湾区咨询站,我是刘洋 本周湾区重要资讯马上带给您 最后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在闭馆三年进行了扩建工程之后 将于今年的5月14号重新对外开放 喜欢现代艺术的朋友可以前往参观 全新的艺术博物馆楼高七层比旧馆空间大了不少 而除了在建筑空间上的改建以外 广方四年来积极进行艺术品募捐活动 收藏量激增数千件 其中包括GAP服饰公司创办人Doris & Donna Fisher夫妇 捐赠的1100件私人收藏品 和超过3000件来自不同捐赠者的雕塑油画和摄影作品 使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 躋身全球当代艺术殿堂之列 而除了展览之外 官方也举办艺术演讲活动以及晚间课程 希望借由多元化的推广 让更多人认识艺术 喜爱艺术 以上就是本周万区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一周愉快